整个中共一个国家的财重从收入支出模式变成赤字支出 借钱发展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为了打台湾 打不了都 但是为了打台湾 中共不得不保持近几年 从疫情到现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 全面维持战时经济的样态 中共为什么一直在供给端投入 供给端投入 为什么印这么多钱做这么多 全都投在供给端而不是消费端 这种供给端投入已经完全没有回报了 完全没有回报 还投 不放松 不能投给消费端 因为这是典型的战时经济投入模式 对供给端投入减少 由于没有消费端支持 供给端就开始衰退 就是你没有钱给他 他不就衰退了吗 消费端起不来 那么真正要是准备打仗或战时来临的时候 中国一定会面临欧美的全面制裁 那个时候虚弱的供给端 是根本不能维持打仗的需求的 所以就得一直花钱 养着供给端 再不行也得养着 干什么 万一真要打仗了 欧美对中国实行制裁了 由于供给端还很强大 供给端就可以转型成为真正的战时经济 否则 虚弱的供给端可能一开战 因为社会大众的生计都解决不了 自己内部就先行崩塌掉 生活都解决不了 所以导致这就出现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个结果之下 现在只能尽可能的维持印钱去补充货底的供给端 能不能更大规模的印钱 而不是依靠发债 从社会闲散资金 印不了 为啥不能更疯狂的印钞 一年印个十万亿二十万亿 因为傻逼中共为了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在全世界已经跟多达三十个国家 有长期或临时的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 以及各种人民币辅助之政策 全世界现在进入一篮计划 使用人民币交往的国家超过一百个 如果人民币暴跌疯狂印钱 一年印十万亿 那么导致现在这种人民币互换 或使用人民币的很多国家 即刻开始跟中国为敌了 敌对了 因为他接受人民币 他还拿人民币做生意 特别是亚洲国家 你打个屁啊 全是死敌 一手是死敌 人民币国际化做的越多 人民币渗透的国家越多 中共越不敢疯狂的海量印钞 因为印钞后引起的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反对力量的动荡 他他妈也控制不住 习近平不排除 不排脑袋 啊打打 下命令打 打哪啥打得动啊 就跟大家讲了 皮尔甲井都没了 里面都是水 那你那个洲际导弹怎么发射呀 而且你们应该知道 这次都可怕在哪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讲过了 上回讲过了 马斯克这兴建 可是全程直播 你们知道全世界第一次 从大气层以外 一直穿越整个大气层 穿越到大气层内 直播信号没有中断 这是多大多可怕的一个奇迹啊 换句话说 在整个过程中的跟踪 这个不光是要拍摄呀 这是要传输的 也就是整个这个兴建的过程中 是没有脱离开 不管叫兴炼或者兴顿的任何一秒钟的跟踪 而且是多点跟踪 他能才保证有荣誉信号不会被中断 那跟大家讲啊 理论上 什么洲际导弹只要出大气层的 马斯克想干谁就干谁 真的想干谁就干谁 你们大家没有意识到吗 你们大家有人知道吗 这次马斯克的整个直播 从大气层外入到大气层内 包括他的什么机翼烧毁 全过程都是直播 有没有人有意识 太可怕了这技术 太可怕了 就不懂的人咱就不聊啥了 就是这东西逮你 以后洲际导弹 马斯克想打 只要你出大气层 洲际导弹都是出大气层在入的 都是出进大气层 他的变轨 都是入了大气层以后的末端变轨 没听说过洲际导弹出大气层 在空中挂乱变的 洲际导弹都是打出大气层 因为没有空气阻力 所以掉进去 进到大气层内 他在末端变轨 甭管你是20个弹头 30个弹头都是这样 没有大气层以外就发了 所以只要你出了大气层 那就在马斯克的控制内 逻辑上是这样的 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 怎么打 就是怎么打台湾 打不了 我也希望他打 只要他想打 那他基本差不多就下了 军队是这样的 没有军官会担责任 为什么他就下了呢 因为大家知道 军队都是要有人担责任 我打不下来怎么办 我拿着武器 你要打 你就得把权力下放 你们看看历史 王俭 王奔当年去打楚国的时候 那得花了多大力气 才让秦始皇放权 把军队给他们 秦始皇自己指挥肯定不行 中国要想去打台湾 习近平一天兵没有当过 他亲自指挥 指挥不了 他就要把权力放给军队的人 军队的人就要把权力层层下放 下级指挥军官 可是只听上面军令 军令说你现在火箭军导弹 打北京 什么目标 军队就会执行 这叫权力下放 军委已经下放了 执行命令 在中国军队里是天职 让你打哪 说打新疆打新疆 让你打北京就打北京 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你也没有资格和权力指挥 只要在战时 都是这样 那大家想想这种危险系数大不大 让你轰炸哪 你就轰炸哪 对呀 这种危险系数来讲 对老习来讲大不大 那军队里面的军官 如果觉得我打台湾打不下来 但是我翻过来干了 谁能干 他们会怎么干 就是会怎么干 自己大家自己想 所以打台湾 老习就肯定下来了 打了肯定崩啊 谁也不会背锅 因为知道打不下来 打不下来就得有责任 那我要不然我就得死 我出事 我现在有权力 军队在我手里 下放到这了 那我怎么办 还有第二个可能性 我怎么整个都投诚 我登陆上去就投诚 命令所有的士兵 如果我当时军长带着到当地 上了台湾 我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投降 你记住在军队内谁也不许赋予顽抗 执行命令是天职 就放下武器 那整个军队就投诚了 这都有可能 这不是开玩笑 这真是完全都有可能 因为这样他是能活下来 不担责任最好的办法 引诱好多次了 引诱菲律宾引诱好多次了 对这个是正常 菲律宾天天引诱中国开火 中国就是怂 你坐摊舰你连在这坐了摊了 新坐摊舰出现 我也怂 我就不开火 我就不开火 我就不打 我就不打 底层的哪个傻逼都知道 对吧 我但凡动了枪 但凡真的开始干架了 那这责任我怎么去担 所以中国现在就是 你怎么去拱我火 我反正武器装备 我军舰比你大 我条件比你好 你又撞不过我 我怎么拱我火 我也不动 你怎么弄我 我也不动 反正我不给你打 你们放心 打台湾要做战备准备的 他要调动军队的 这么多的军队 大家想想衣食住行 对吧 武器弹药 那这种大规模的调度 现在这种条件下 怎么藏啊 怎么藏啊 美国早就发现了 早就会提示了 不要说真打 他做这种战备动员 这个军区开始行动的时候 就早就都OK了 所以不用去看这种东西 看这东西不用听我的 听美国人的就行 美国人早就跟台湾去说了 放心吧啊 谢谢大家花时间 又听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 谢谢